今天是三月二十七日,是四旬期的第四主日 今天教會禮二的讀經一是約束鬱書 第五章第九節十至十二節 這裏就是講及天主的志民已經進入了餘許的地方 而且在那裏度過月月節,洗脫了他們在埃及的恥辱 讀經二是格南都人口書第五章十七至二十一節 主題是天主在基督之內使世界和天主和好 福音是老家福音的浪子回頭,大家都熟悉 這也是世仔悔改和天主和好的比喻 這也是愛的標記顯示 今天當我默觀這幾篇讀經的時候 特別被約束鬱書那裏提及 約束鬱帶領他們進入福地之後 他們舉行了逾越戰 他們當日吃當地的出產和墨子 就不需要吃馬鈴 藉此藉此標記 洗脫了以色列民在埃及受奴役那份恥辱 這句說話引起我一些新的體會 也有感觸 在這裏讓起我們天主藉此過月節 洗脫了以色列那份羞慘 那份罪過的傷痕 也讓我對照我們每個人內心的傷痕 天主都會用愛的辦法去洗脫我們內心的傷痕 所以今天我看到主這份愛的標記 在福音這份愛的標記更加清楚 浪子回頭的世紀 他一開始不理會和父親的關係 花火 花了錢後終於悔改 不過悔改的層次都是低的 他寧願回到爸爸那裏 當伯仁是一種伯仁的關係 不過這個 當他回到家後 這個父親 不計較他以前所做的事 不過就替他穿起長袍 替他戴戒指 替他穿鞋 這裏表示他 恢復他自己 這個兒子的身份 這裏為他來說 他即時感受到一份愛 這裏是一個愛的標記 為這個兒子 他有很多傷痕 很多罪過 透過這個標記 讓父親再接立這份愛 他可以擺絕到過去 重新和父親修好這份關係 另外這份愛的標記 我特別體會到天主那份慈愛 就是在他和大兒子那種相遇之中 我就體會到 大兒子就很小器 又是他不重視這份關係 因為他甚至連父親的句話 他都不稱呼 他說稱父親為李 他都沒有說父親 他就很小器 覺得小兒子 好像什麼都沒有做到回來 就好像拿了屬於他的一份 不過這個爸爸就很好 這個大兒子連家都不肯走進去 都不肯跟爸爸說一句說話 不過這個父親很主動走出來 主動走出來是關心的大兒子 不過這個令我感動就是 這個父親的主動 因為我自己都做父親 有時候那些女兒激到我 有時候我都不服氣 我都可能要那些女兒自己覺得不對 先要她先道歉 才跟她說話 所以這裡特別體會到 天主那份主動 那份寬榮 那份慈悲那份大量 小兒子我都看到 這個大兒子 大兒子我都看到 那份回頭 那份回頭就是 他起碼 如果父親出來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都說出自己真心的感受 他可能分享到自己真實的感覺 後來的發展 我們不知道他怎樣 不過他願意分享自己真實的一種感覺 和父親有一份坦白的對話 都是一份很難得的 一份表現 這裡都體會到 都有一份愛的標記走出來 無論在大兒子的關係 和爸爸的關係 小兒子和爸爸的關係 都很濃烈看到一份愛的標記 那這份愛的標記 就是我們在讀經2 那裡 多人後書那裡 是體會得最清楚 天主在基督之內 使世界與自己和好 所以 其實這份愛的標記 就是基督 基督成為一份愛的標記 我們感受到基督 我們看到基督這份救贖 其實我們就 這份標記就是我們很清楚 所以我們要看我們自己的傷痕 我們自己的罪過 我們可以對照一下今天的讀經 今天的反省 我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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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識獵人所做的一切 那種相同 被奴役 終於 天主都透過這份愛 讓他們可以重新 忘記過去的自己的仇父 可以重新再開始 浪子回頭 這份兒子可以經過爸爸 這份接立 可以重新 恢復自己 兒子的地位 這份 主就有這份能力 可以讓人 擺脫了過去的一些 因罪過而帶來的那種傷害 或者一些慘痛的回憶 我們自己每個人有沒有 我們可能每個人內心 都有一份 可能有些傷痕 有些不容易 不想探究的過往 一些很羞慘 一些很痛苦的過去 不過這裏 這裏我們沒有讓主去碰觸我們 讓主這份標記去療癒我們這份傷痕 基督是一個愛的標記 我們沒有讓基督去 我們有沒有像這個大仔 那樣 這份勇氣 將自己內心的感覺 這份痛苦 這份不憤 或者這份自己編執的一些想法 或者一些難過 坦白地和主 和主耶穌去談談 天主有能力透過這份愛的標記 可以讓我們擺脫過去的傷痕 擺脫過去的一些罪過 讓我們重新和主修和 讓我們重新有動力向前走 好的 藉絕絕四旬期 我們都 刑事在基督的愛的標記之中 讓我們求助給我們這份能力 讓我們大膽去回顧自己過往一些不願意面對的事 讓主耶穌愛的標記 去碰觸我們 去治療我們 給我們足夠的恩寵 去重新和祂修和 好的 今天和大家分享這裡 主有各位 各位